您好 歡迎來到十點不一樣 我是錢麗如 我們今天首先要來看到 在820環路漁民大遊行的前夕 又有行人被撞死了 這一次是在新北市中和 80歲的老翁 他當時走在了斑馬線上 左轉公車卻疑似 完全沒有減速撞倒老翁 老翁還一度卡進了車輪 遭到拖行 趁著天氣好 80多歲的零星男子 準備過馬路到對面公園 他走在斑馬線 一輛汽車和雙載機車 從身旁呼嘯而過 下一秒也左轉的公車 幾乎沒煞車 就這樣將人撞倒在地 似乎駕駛也沒察覺碰撞 還繼續往前 等到發現時 男子已經卡在車輪下 獲報的消防隊員和救護人員 抵達現場 他們的呼喊 又前輪底下的男子沒回應 知道嚴重性 大火加快速度 將人從車輪和車體間拉出 只是送醫後 男子還是傷重不治 事故現場就在新北市中和 明德路和壽德街交叉路口 死者的鞋子和拐杖 還留在現場 因為人被拖行 地上也有一條長長的寫字 開667路公車的女駕駛 資歷至少六年 九車直是零 重回現場 同一路的公車轉彎時 駕駛不僅路口有停車 還禮讓執行的車輛才往前 肇事的女駕駛 這回似乎沒有做到這樣的步驟 公車沒有看到人 害得往公園方向走的男子 再也無法回家 大部分都是有時候會加快速度 加快速度趕快離開就對了 實際詢問現場過馬路的民眾 他們說還是有一些 七機車的駕駛不會離讓 根據統計 今年一到五月 65歲以上的行人 發生事故超過2700件 造成了死傷更有2600人 820環路愚民大遊行 前夕又有行人被撞死 駕駛路口慢看停 行人停看廳真的不是口號 一次疏忽也讓兩個家庭傷心破碎 第一倍新聞 莊奇緣 韓上倫新北市報導 而花蓮民宿變成了 詐騙集團的機房 總共30名嫌犯利用AI 變臉一人分世多角 他們假扮成了大陸的公安 誘騙對岸的民眾 為求逼真還把屋內一個角落 裝潢成了大陸公安辦公室 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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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宿竟然藏著詐騙機房 放下 放下 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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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17號專案小組 聯手破獲的詐騙機房 地點就在花蓮受風箱的一處民宿 人犯很多民宿大廳擠滿人 身分全要核對 15 16 17 18 19 20 除了查扣現金 手機 詐騙工具 最怪的是這個角落 牆壁上用簡體字寫著 對黨忠誠 服務人民 桌子有筆電 視訊鏡頭 後面櫃子還有傳真機 電話和辦公室用的資料夾 原來詐騙集團透過AI 變臉軟體假冒中國大陸公安 誘騙對岸民眾牽扯刑案 必須匯款 甚至還找來一名香港籍共犯 交台灣人北京槍以及詐騙步驟 先放著 先放著 說往當天調查局幹員 先是逮捕兩名外出採滿嫌犯 之後再大舉到民宿公監 檢調今年五月接獲檢舉 詐騙集團在花蓮月眉山一帶活動 嫌犯經常更換據點 吸收當地年輕人從事電信詐騙 落網的三十個人 只有一個十萬交保 其他全收押 由於民宿對外有監視器 而且有人監看 專業小組為了不打草金蛇 忍受酷熱和蚊蟲叮咬 這一起案件 五個調查局單位合作 動用上百名人力 嫌犯一個一個被上銬 誰是金主 誰沒落網 案件才要開始 TVH的莊奇緣 韓上倫特別報導 好 我們繼續來追蹤 詐騙集團利用AI軟體 疫苗變臉還可以邊直播邊變臉 但是呢 仔細的觀察 經過變臉後的這些影像 其實還是有破綻 因此警方就表示 透過AI破解軟體 也能夠一秒識破 意架上不是掛便服 全都是大陸公安的制服 詐騙機房變身直播間 嫌犯扮演公安 鎖定大陸民眾來詐騙 不只穿得像 臉部也要經過偽裝 用的就是這套變臉軟體 簡單幾個設定 一般人也能瞬間變成港星成龍 像這樣的換臉程式 越來越進步 詐騙集團就動起歪腦筋 拿來當作犯罪工具 現在不只是電腦上 可以安裝許多類似的軟體 甚至可以真人視訊邊換臉 做了網頁上 也有好幾個類似的網站 可以一鍵換臉 把自己的臉孔 換成名人的臉 步伐分子利用軟體變臉 加半成剪警行片 但仔細觀察 經過變臉後的影像 還是會有破綻 一般年輕人很容易就發現 但對於剛接觸3C 甚至完全沒有接觸過的長者來說 很容易就上當 也因此詐騙集團選擇跨海行片 變臉的技術 目前來講 這今年還算是比較粗階 這個未來 我們會有一些開源的軟體 就是讓民眾可以偵測 雖然AI換臉技術不斷在進步 但相關單位也利用AI 持續開發破解軟體 未來可能一鍵 就能讓民眾來辨識 究竟眼前的影像是真是假 不過現在出現換臉 詐騙該如何分辨 其實經過換臉後的影像 臉部邊緣會比較模糊 膚色也會有些微差異 另外就是在講話時 表情會比較僵硬 或是嘴型跟不上 要求對方揮手 或是遮住部分臉部 也能馬上破壞軟體辨識 還原原本的面貌 碰上陌生電話 甚至打開視訊 另一頭是個名人 都要小心 是詐騙來敲門 臉部邊緣的時間 無君的無人機遭到擊落 隨便掉在距離 克里姆林宮 五公里外的金融區 展覽場建築物 受到波及外牆 嚴重受損 但是沒有人員傷亡 除了製造心理壓力 還有斬首任務 這家無君的無人機 一頭塞進 扎波羅勒佔領區的警察機關 烏國情報單位宣稱 爆炸造成多名俄羅斯的 安全官員重傷 地面部隊則是步步為營 第三突擊率 在巴赫姆頓附近的森林裡 與敵軍近距離槍戰廝殺 四周處處埋著地雷 每一步都是跟死神搏命 手榴彈幾乎就在眼前引爆 烏軍的特種部隊 還遇到俄軍繞後路來偷家 幸好成功擊退 烏軍現在還更擔心 北邊的鄰居白俄羅斯 會不會翻臉被刺 白俄羅斯總統說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直線烏俄陷入消耗戰 紐約時報就報道 自開戰以來 兩軍的死傷人數 已經接近50萬人 題目前送不到 所以我們知道 烏克蘭的無人機攻勢 最近頻頻瞄準了 莫斯科 包括了克里姆林宮 和鬧曲奇都成為目標 還傳出烏克蘭 無人機的斬首部隊 即將要成軍了 普興的偉安夠力嗎 時間教理向如 是的 俄羅斯的防禦系統 他們是不是不太適得無人機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主要是因為今年5月份的時候 克里姆林宮 遭受到了無人機的襲擊 那時候的話 普欽差點遭到了斬首 再來的話 是今年7月份 莫斯科的高官官邸 8月份的時候 莫斯科的金融區 都受到了無人機的攻擊 好 那麼小生 再帶大家來看一下 俄國他們近期 要進行的是軍事預算 結果就發現了 20% 也就是1.5%的話 是用於防控系統 跟飛彈防禦 因此他們就認為 俄羅斯對於攔截飛彈的功力一流 來看一下他們對於 遠中近程的飛彈防空 我們可以給予它5顆星 但是對於無人機的防禦 相當的弱 等於就等於 只有一顆星而已 因此他們認為 無人機其實不會出現在 俄羅斯的防空雷達上面 為什麼呢 因為俄羅斯的防空雷達 基本上是針對了轟炸機 巡弋還有彈道飛彈用的 再加上無人機的防禦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的簡單 強者如美軍 其實他們之前在敘利亞 也都吃過了好幾次虧 因此分析師就認為 現在的話 俄羅斯是否應該要考慮 把部署在烏克蘭前線的 防禦系統遷回 先好好進行首都保衛戰 所以持續將近18個月的烏俄戰爭 對兩國來說 都承受了龐大的軍事消耗 烏克蘭軍民為了降低戰損 不但開設秘密的野戰車間 來修理裝備 他們也發揮創意自製裝備 來補充部隊的需求 烏克蘭反攻部隊 在槍炮聲中快跑前進 目標是打下俄軍 在這條戰線上的據點 縱橫交錯的壕溝顯示 俄軍在此地 早已經做好緘密的部署 也逼迫烏克蘭作戰單位 必須再三確認 每一個進出通道 都確實完成掃蕩 這些動作都是必要 又不可省略的保護措施 然而對於極度仰賴 西方援助的烏克蘭部隊來說 每開槍就代表 多消耗一發子彈 根據各國軍事研究 機構的估算 在現代戰爭中 平均至少要射擊上萬發子彈 才能讓一名敵軍 失去戰鬥力 因為造成部隊折損的關鍵 大多來自於重型武器 但是對於要佔領陣地的步兵來說 攜帶方便的步槍 只有在進戰時 才能發揮壓制敵火 甚至是殺傷敵方 有身戰力的功能 尤其多數軍事專家都同意 戰爭中擔任進攻的一方 通常要比防守方 多付出三倍以上的力量 才有機會取得戰場優勢 或贏得勝利 對照現階段的俄乌戰爭 烏克蘭正好就在反攻階段 對於武器彈藥的消耗 自然要比採取首飾的俄軍 來得更多 這也就是為什麼 美國國務院證實 要再向烏克蘭提供兩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包括各種彈藥和反裝甲武器 就是因為烏克蘭在反攻期間 每天大約要發射近萬發各式口徑的炮彈 還不包括難以估計的機部槍彈和手榴彈在內 畢竟烏克蘭部隊常常會使用多架神風無人機 攻擊俄羅斯的坦克及裝甲部隊 只不過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 烏克蘭為了降低彈藥裝備的龐大消耗 同時改善反攻行動前期超過20%的戰損率 也開始改變衝向俄軍雷區 直接對敵人開火的戰術 轉而採取重炮打擊敵目標的方式 以保留更多的戰力和部隊 來因應俄軍的防禦策略 同時也在重點戰線開設多個野戰車間 讓一些受損的裝備得以重新回到戰鬥行列中 這批軍事技工可說是具備18版武藝 從噴毒味裝漆到焊接板精 換胎修理引擎幾乎是無所不能 化名約翰的維修師說 單位的野戰車間 設在札波羅熱一處秘密地點 他們的任務就是復原各種受損的車輛 從軍考到裝甲運兵車都有 尤其這些戰時退出前線的軍備 在他們剛接手時幾乎可用面目全非來形容 儘管受損嚴重 但是在所有同事的努力下 總能克服維修材料不足的困難 盡可能讓裝備恢復成堪用的程度 畢竟這些裝備都來之不易 為了讓前線作戰的友軍得到更多資源 就算要花上九牛二虎之力 也要爭取提前完工的機會 由烏克蘭民眾自製的輕型越野車 雖然外觀看起來有點陽春 但是性能上一點也不比知名車廠生產的品牌遜色 考慮到部隊在戰場上的實際需要 這款輕型越野車在車體結構上 設計了兩個單架座 可以用來載運傷兵後送治療 在副駕駛座的位置 也安裝了一座機槍架 後製引擎區的部分空間 還可以擺放至少六個木製彈藥箱 用於各據點的彈藥補給 而且這款越野車的體積相對較小 移動速度快 也不容易被敵軍的反裝甲武器擊中 有利於部隊的短距離運輸或轉移 目前這款輕型越野車 已經有五輛交付給部隊使用 還有五輛正在趕工製造中 準備提供給資源相對有限的前線部隊 提升單位的機動性 烏克蘭軍民的創意還不止於此 有鑒於二軍在多條戰線上布滿了地雷 因此一家廠商特別開發出 這種名為蜘蛛的防暴靴 要為工兵部隊提供一道安全防護 蜘蛛防暴靴的鞋底和四個支撐點 是由高硬度的合金做成 就是保護掃雷人員在不慎踩到蝴蝶雷時 不會直接接觸到地雷而被炸傷 確保工兵在掃雷時的安全 烏克蘭128國土防衛旅的工兵弗拉迪米爾就說 他們每天至少有一名弟兄 會在執行掃雷任務中受傷或陣亡 即便單位都有實施任務指示以及勤前教育 但是狡猾的俄軍總會想出各種辦法 在他們放棄的戰場上安置鬼雷或跳雷 以阻擋烏軍的追擊 並且增加排雷任務的難度和風險 這就是為什麼烏克蘭的反攻行動 不容易看到成果的原因 如果政府和軍方想要突破二軍的防線 除了要洞悉二軍的意圖之外 或許也需要引進西方 更為先進和安全的掃雷經驗和作為 若是能搭配先進的掃雷車協同作業 也有助於烏軍在反攻行動中的推進速度 也許想要獲得西方先進的掃雷車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烏克蘭農民還是有辦法土法煉鋼 把用來收割小麥的硬影機稍作改裝 搖身一變也成為客難版的自製除雷機 改裝的程序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在前斗配有收割刀的部位 裝上帶有垂頭的鐵鏈 在啟動收割機時 利用割刀的快速旋轉 帶動鐵鏈的錘頭往地上砸 根據推估 每砸一次約會產生1000公斤的力量 無論是反坦克地雷或是人員殺傷雷 都難以承受這麼大的力量 經過測試 這款土製除雷機表現得非常優異 除雷效果和面積要比人力除雷快上好幾倍 更可以調整為有人操作和無人遙控兩種模式 大大降低人工除雷時所要面對的潛在威脅 當然這種土製除雷機也不是沒有它的先天局限 一來體積比較龐大 很容易成為敵軍攻擊的目標 其次是收割刀的抗炸係數 要比軍用級的裝備來得低 在排的過程中 一旦刀具出現裂縫或是被震斷 除雷機就必須升起前斗 再沿著原路退出雷區更換新的刀具 以確保除雷過程中的安全 時間上的耽擱也就在所難免 持續一年半的二武戰爭 對於軍備物資相對貧乏的烏克蘭來說 確實是一大不利因素 然而在這個非常時期 烏克蘭居民也以他們的非常創意 一一克服劣勢 期盼能為反攻行動提供更多助力 早日實現趕走入侵者的願望 那麼在兩岸情勢部分 針對賴副總統出訪並過境美國 共軍東部戰區宣布在台灣周邊 展開海空聯合軍演 而影片當中還出現了底線二字 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是不可逾越的底線 官方媒體也有相關報導 同時央視還獨家釋出解放軍空中第一視角 看台灣周邊演訓的畫面 此次演訓解放軍戰機船艦通通亮相 但報導中沒有說明這些操演畫面 是不是現場拍攝 倒是這次演習的政治目的說得很清楚 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施役陸軍大校表示 這是對台獨分裂勢力與外部勢力勾連挑釁的嚴重警告 台獨勾結外部勢力在軍方開罵的同時 大陸國台辦也發表聲明 確認要他們指的就是副總統賴清德 接受彭博社專訪過境美國 還有跟美國高官公開見面這件事 賴填補支持以美謀獨 這是民進黨當局加緊與美勾連的又一挑釁行徑 我們予以強烈譴責 大陸國台辦痛批賴副總統是打著過境的幌子 篡美騙取選票是不折不扣的台獨工作者 麻煩製造者 對於這種不理性的挑釁行為 國防部表達強烈譴責 將依國軍經常在位時期突發狀況處置規定 派遣釋切兵力應對 除了強調國軍早就準備好 國防部也表示 這次演訓是凸顯對岸 窮兵獨武軍事擴張霸道實質 TVB社林隆士莊志偉綜合報導 好 國軍也證實一早爭獲了42架次的共機 而就這麼巧在網路社群跟論壇 也接連出現了二膽倒又發聲逃兵的訊息 對此金防部強調絕無密謀逃兵 這不排除是任職所在 就在副總統賴清德訪台 共軍舉行海空演訓之際 網路社群又出現假訊息 傳出金門二膽倒有士兵密謀逃跑 國防部緊急駁斥 本部下午已由法務部門向金門地方檢察署告發 就不法散布假訊息追究刑事責任 除了軍事騷擾還要防落入認知作戰圈套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先喊話要中共停止破壞台海穩定 一再跟這個北京政府講 在中美對抗的局勢下 台灣其實在中美之間取一個平衡 那如果台灣一直往美國靠過去是一個理由 就是你大陸一直把我們推過去 搭選前五個月中共對台軍演身為2024可能人選 態度很關鍵 畢竟這時間點看來有意影響台灣選舉 黨主席幫補充 但選民等的是具體兩岸政策可不是喊話和鼓語 體育月新聞總的報導 好 針對共軍在台灣周邊進行海空軍演 軍事專家蘇子雲認為針對台獨勢力只是藉口 實際上是想轉移國內經濟下滑民眾的不滿情緒 更多的分析再交給祥如 好的 各位觀眾 大陸對於台灣周邊進行了海空聯合演訓 來看一下這實則是解放軍東部戰區的圍倒進逼 而這一位是大陸外交部的發言人汪文斌 他又是怎麼說呢 他認為這是對台獨分裂勢力與外部勢力勾連挑釁的嚴重警告 而另外這一位的話則是台灣的國防院 國防戰略資源研究所的所長蘇子雲 他認為這是藉由賴副總統的出訪 實則的話他是要向矛頭對準美日韓三國領袖 他們重申了台海和平重要性的宣言來做出的反應 同時的話蘇子雲他還認為 這是大陸藉由軍事行動任職作戰塑造了斯德哥爾摩的效應 什麼意思呢也就是認同了加害者 甚至是譴責受害者的一種情節 另外的話蘇子雲他還說了 此次的軍事行動也是針對了大陸房地產危機擴大 失業率攀升以及經濟下滑 要轉移大陸民眾對於經濟不滿的情緒 這時機點相當敏感 選在副總統賴清德反抵國門隔天 共軍發動了聯合軍演 對此我國軍痛批共軍是窮兵獨舞 總統否則認為這是一種營造恐懼的戒選手法 嚴厲的譴責 中共建構發動軍事挑釁凸顯窮兵獨舞殘暴本職 國軍第一時間釋出影片結合抖大字幕 特別剪輯過去我軍艦緊盯共艦畫面 北京攻台主力的東部戰區宣布對台演習 新戰可不能輸 我國政府元首的出訪過境行之有年 不應該是中國在區域尋釁的藉口 這也是營造恐懼的戒選手法 總統府表達嚴厲譴責 同批北京無視國際責任 而對比政府元首過境美國後對岸演習規模有些許差異 雖然同樣選在他們返台隔天後宣布 4月份共軍是環台戰備警巡和聯合力艦演習 這次僅有海空聯合戰備警巡 範圍主重台灣北部和西南海空域未見環台二次 稍次說演習三天 這一次沒公布 國軍8月19號早上9點起 已征獲42架次共機8艘次共艦 據悉海軍海巡目前維持正常勤務調配 對中共來講 他必須要對耐心的防美這件事情去做出反應 因為如果他完全沒有動作的話 那是不是就會變成他默認了或默許了 只是這一次演習時間點很巧妙 選在美日韓峰會隔天 前一天三國才重申維持太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另外專家認為中共軍演原因特別提及 賴清德彭博專訪是要向美方出難題 北京對蔡英文做的四個堅持 當然不可能接受 那如今又從他更不信任的 賴清德口頭講出來 尤其在防美軍 那這個行動可能北京是希望是說 華府能夠扮演一個煞車的角色 約束賴清德約束台灣政府的一個角色 一場要恫嚇台灣的軍演 看得出北京各種拿捏和盤算 TVBS新聞中一輪劉婷婷台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